ZIP凭什么一路上涨,听听官方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宣伤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二,我是Eric 我们的GoldMarkets悉尼小助手的微信号 近期是有变更的 各位可以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进行添加 我们GoldMarkets分析师团队的许多内容 都会通过新的小助手微信进行发送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 ASS200指数今天上涨了48点 收涨在6917点,涨幅是0.7% 各股方面ZIP是一路冲到了13.9,上涨了10% 这段时间的上涨是引起了奥交所的注意 今天ASS就对ZIP发出了Price Query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市场上某家公司的股价有不寻常的变化的时候 那么ASS就对他们发出质询 ZIP的回应呢? 就是说近期的强劲上涨有两个主因 一个是因为之前新股认购计划筹集了1.767亿的资金 多方的需求是十分旺盛 而筹集的资金又能够帮助公司的业务扩展 从而对公司的增长带来正向的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一月公布的财报展现了超强的一个增长预期 尤其是北美市场 正是这两点原因支撑了公司的股价一路上扬 当然了,这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不知道各位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持有的ZIP呢? 今天APX也上涨了7个百分点 价格收涨在了25块3 我们APX的分析报告也已经发布了 各位可以找我们的微信小助手所要具体的报告 比特币的走势是突破了48,500点的阻力之后 然后目前的价格是上涨到了49,500左右 距离5万点的整数大关是越来越近了 白银黄金也是日内小幅上涨 黄金目前的报价是1824美金 白银的报价是27.88美金 从近期的走势综合来看 白银是相对黄金还要再强势一点的 今天早些时候公布了澳联署的会议纪要 会议上透露了几个关键的信息点 一,短期内仍然会保持十分强劲的货币支持 第二点是说通胀也会努力维持在2%到3%的一个区间 第三点是说只要是必要的 现金利率就会维持在0.1%不变 总结起来就说短期内不会减弱市场刺激 就目前的一个环境来看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只要是没有变动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 晚些时候欧元区还会公布第四季度的GDP报告 各位可以跟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